这是男人第一次进入虚拟事件 随着大脑信息下载完成 他的意识通过高速粒子 很快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发现这里和现实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而他的入侵对象是一名银行职员 除了发型的细微不同 甚至连触感也做到了百分百还原 但道格来到街上却更加震惊了 因为这里模拟的是1937年的洛杉矶 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就连当年的爆炸案也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在虚拟世界支付生前的留言中 他提到世界的真相被他留在了这里 道格乘车来到富乐以前的公司 在1937年 这里还是一家不出名的杂货点 但在看到老人的一瞬间 道格还是被惊呆了 老人和虚拟支付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这时的老人还并不认识他 因为入侵对象并不会保留宿主的记忆 但这个老人似乎有些不同 这让道格十分震惊 因为在不久前的现实世界中 有人似乎对他说过相同的话 但道格已经来不及多想 由于是第一次穿越 他只能在虚拟世界停留两个小时 寻着富乐在这里留下的痕迹 他很快在会所找到了那名九宝 然而对方的相貌却让他目瞪口呆 九宝竟然是富乐助手的入侵对象 他急忙询问对方要回那封信 但九宝却故意隐瞒了信件的存在 道格突然意识到了 如果一个虚拟生命有了生命意识 那么他肯定学会了撒谎 但他还来不及继续追问 他在虚拟世界停留的时间已经到了 道格急忙跑进卫生间 在最后关头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随着他的入侵结束 虚拟世界中的银行职员也恢复了意识 就在他那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时 这一切都被九宝看在了眼里 对此毫不知情的道格刚回到实验室 就有一个自称知道真相的男人找到了他 男人说他亲眼看见道格杀死了富乐 只要给他一笔七位数的封口费 就会为他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道格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做 把男人按着暴打了一顿 对方逃跑前还放下狠话 一定要他这辈子都在监狱里度 道格这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在酒店里找到珍妮 希望知道富乐生前的更多信息 但珍妮和父亲很少见面 他所知道的也十分有限 可道格却总感觉珍妮似曾相识 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 道格还来不及细想这句话的含义 很快麦警官再次找到了他 在富乐被杀害的当晚 他的车曾出现在酒吧外面 而且昨天有人向警方举报了凶手 但他今天就惨死在了自己家里 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道格 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尽快摆脱身上的嫌疑 道格决定再次进入虚拟世界 但他这次却忘了设定回来的时间 而这很可能让他永远留在虚拟世界